灿述台风逐渐远离 但是昨天午后为新竹兼石后山是带来了不少雨量 造成今天上午秀鸾村白石溪的边坡是大崩塌 大面积土石从高处滑下阻挡了溪流 形成烟色湖 让四户民宅泡水 乡公所也紧急地撤离了上百位的国小时辰和居民 大面积土石不断从山顶上上下崩落 坡面激起阵阵尘土场面触目惊心 坚持乡秀鸾村白石溪右岸大崩塌 因为临近秀鸾国小 师生和住户紧急撤离 那我们主60线的外环道也因为主持的崩落 造成这个道路中断 目前已经把我们部落所有的秀鸾国小的师生 还有我们住户先行撤离到我们填埔部落 那后续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通报水稿局 以及我们水利市的使馆局 跟我们新竹县政府全数都供应我们所有的机具 来到这里来做抢修抢险的一个工作 整个河道都被碎石覆盖 就连一旁逐60线31K也掩没外环道交通中断 白石溪堵塞形成艳色湖 冲破互泼水淹路面 受灿述台风影响 昨天午后秀兰村下起大雨 累积雨量180毫米 今天上午10点多白石溪又案发生大崩塌 相公所第一时间通报县府水保局 台北分局及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会刊 并启动一级灾害应变中心 中午完成撤离100多位师生和居民 至少有四户民宅泡水受灾 为了抢救住户的安全 我们先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艳色湖 还有做撤离的动作 维护居民的安全以外 我们县府还有北水分级 共同来努力研究 最下这个外环道这个艳色湖要怎么处理 整片山坡从超过10楼高处滑下 延快碎石堆积阻挡溪流 形成艳色湖 现阶段将派员陆续进行 抢修抢险倾诉作业 以维护人车与罪名安全为首要